《保羅達羅馬人書》 第一章 祝福 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這福音是神從前直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為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女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份,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復真道。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照屬耶穌基督的人。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 願因爲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述說自己的景況。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 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神。 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提到你們。 在討告之間,上上懇求,或者照神的旨意, 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 因爲我徹徹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 使你們可以堅固。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 便可以同得安慰。 請願盡力傳福音。 請願盡力傳福音。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得蝉果子,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只是到如今仍有左隔。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絕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 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 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尼人。 因為神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意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恩信得生。 原來神的憤怒, 從天上顯明在一切, 不前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義, 阻擋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 卻不當作神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分暗了。 自稱為聰明, 反成了如絕。 將不能扭壞之神的榮耀, 變為偶像。 彷彿必扭壞的人, 和非禽走受昆蟲的樣色。 所以, 神任憑他們, 情著心裡的情慾, 行污衛的事。 以至彼此惰獄自己的身體。 他們將神的真實, 變為虛妄, 去敬拜是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清重的, 直到永遠, 阿末。 愛邦種種罪惡。 因此, 神任憑他們, 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他們的女人, 把順性的用處, 變為逆性的用處。 男人也是如此。 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 彼此貪戀。 男和男, 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者妄為當得的報應。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 神就任憑他們全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裝滿了各樣不義, 邪惡, 貪婪, 惡毒, 滿心事疾盜, 凶殺, 憎敬, 鬼詐, 毒恨。 又是殘毀的, 背後說人的, 怨恨神的, 武慢人的, 狂傲的, 自誇的, 捏造惡事的, 違背父母的, 無知的, 背虐的, 無親情的, 不憐敏人的。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 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 第二章 主照各人行為施行報應 你者論斷人的, 無論你是誰, 也無可推諱。 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 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者論斷人的, 自己所行, 卻和別人一樣。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審判他。 你者人啊, 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卻和別人一樣, 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 不曉得他的恩慈, 是令你悔改呢? 你竟任著你歌硬不悔改的心, 為自己積蓄憤怒, 以致神震怒。 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 報應各人。 凡行心行善, 尋求榮耀尊貴, 和不能扭壞之福的, 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唯有結黨, 不信從真理, 反信從不義的, 就以憤怒, 腦恨報應他們。 將患難困苦, 加給一切作惡的人。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里尼人, 卻將榮耀, 尊貴, 平安, 加給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里尼人, 因為神不偏待人。 必要行律法才得清義。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滅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審判。 原來在神面前, 不是聽律法的為義, 乃是行律法的清義。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這時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們心裏。 他們是非之心, 同作見證。 並且他們的思念, 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就在神, 即耶穌基督, 審判人隱備時的日子。 照著我的福音所言。 摘人當摘己。 摘人當摘己。 摘人的旨意, 也能分別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給核子領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師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 你幾時教導別人, 還不教導自己嗎? 你講說人不可偷竊, 自己還偷竊嗎? 你說人不可奸淫, 自己還奸淫嗎? 你厭惡偶像, 自己還偷竊秒鐘之物嗎? 你指著律法誇口, 自己倒犯律法, 厭辱神嗎? 神的名在外幫人中, 因你們受了竊讀。 正如經上所記的。 唯讀心裡的國禮才有益處。 你若是行律法的, 國禮固然於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國禮就算不得國禮。 所以,那未受國禮的, 若遵守律法的條例, 它雖然未受國禮, 豈不算是有國禮嗎? 而且,那本來未受國禮的, 若能全守律法。 豈不是要審判你者有疑問和國禮, 警犯律法的人嗎?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 不是真猶太人。 外面肉身的國禮, 也不是真國禮。 唯有裏面作的, 才是真猶太人。 真國禮, 也是心裡的, 在乎靈, 不在乎疑問。 這人的稱讚, 不是從人來的, 乃是從神來的。 第三章 猶太人的長處。 這樣說來, 猶太人有什麼長處? 國禮有什麼益處呢? 凡事大有好處。 第一, 是神的聖賢交託他們。 即便有不信的, 這有何妨呢? 難道他們的不信, 就廢掉神的信嗎? 段乎不能。 不如說, 神是真實的, 人都是虛放的。 如經相所記, 你責備人的時候, 顯為公義。 被人議論的時候, 可以得勝。 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 我們的不義, 若顯出神的意來, 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神降怒是他不義嗎? 段乎不是。 若是這樣, 神怎能審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實, 因我的虛荒, 越發顯出他的榮耀, 為什麽我還受審判, 好將罪人呢? 為什麽不說, 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 這是委託我們的人, 說我們有這話。 這等人定罪, 是該當的。 引證猶太和外邦都在罪惡之下。 這卻怎麽樣呢? 我們比他們強咯? 缺不時的。 因我們已經證明 猶太人和希里尼人都在罪惡之下。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神的。 都是偏離正路, 一同變為無用。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他們的喉嚨是闖開的墳墓。 他們用舌頭弄鬼詐。 嘴唇裡有毀蛇的毒氣。 滿口是咒罵苦毒。 殺人流血。 他們的腳飛跑。 所經過的路, 便行殘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們未曾知道。 他們眼中不怕神。 我們曉得, 律法上的話, 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 保濕住各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神審判之下。 所以, 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恩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清義。 因為,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信靠耶穌乃得清義。 但如今神的義, 在律法以外, 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是神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清義。 神設立耶穌作幻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 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他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 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既是這樣, 哪裏能誇口呢? 沒有可誇的了。 用何法沒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咯。 不是, 哪用信主之法。 所以, 我們看定了, 人清義是恩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難道神只作猶太人的神咯? 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咯? 是的, 也作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恩信清那受割禮的為義, 也要恩信清那未受割禮的為義。 這樣, 我們恩信廢了律法咯, 斷乎不是, 更是堅固律法。 第四章, 阿伯拉罕作恩信清義的表揚。 如此說來,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行著肉體得了什麽呢? 恍若阿伯拉罕是恩行為清義, 就有可誇的。 只是在神面前, 並無可誇。 經常說什麽呢? 說, 阿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作公的得公家, 不算恩典, 乃是該得的。 唯有不作公的, 只信清罪人為義的神, 他的信就算為義。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 夢神算為義的人, 是有福的。 他說,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來, 這福是單家給那受割禮的人嗎? 不也是家給那未受割禮的人嗎? 因我們所說, 阿伯拉罕的信, 就算為他的義。 是怎麽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 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 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 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 因信清義的印證。 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 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們也算為義。 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 並且按我們的祖宗, 阿伯拉罕未受割禮而信之中職去行的人。 因爲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若是屬服律法的人, 才得為後製。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也就廢棄了。 因爲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哪裏沒有律法, 哪裏就沒有過犯。 所以, 人得為後製是本乎信, 因此就屬服恩。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服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 阿伯拉罕為眾信者之祖。 阿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信仍有此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父。 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薩拉的生育已經斷絕。 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 總沒有因不信, 心裡起而惑。 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神。 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所以, 這就算為他的義。 算為他義的, 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捨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捨的。 就是我們這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範。 復活, 是為叫我們清義。 第五章 恩信清義的福 我們既恩信清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著他, 恩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 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爲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爲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基督為罪人死, 顯明神的愛。 死亡! 天的愛!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清移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作囚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而止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够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 以神为乐 罪由阿当而来 因由基督而得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 从阿当到摩西 死就作了王 连那些不与阿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阿当 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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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方神的恩典 与那恩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的 临到众人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 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 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疑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 何方哪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恩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如此说来 恩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恩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清疑得生命了 恩一人的缚役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恩一人的信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 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值着义作王 叫人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第六章 信徒向醉而死 向神活着 这样 怎麽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 我们这受证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证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 我们值着证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身生的样式 像基督值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博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女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 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信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作不意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定将肢体作意的器具 献给神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罪与恩的结局 这却咋模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摩 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博 信从谁 就作谁的奴博 或作罪的奴博 以至于死 或作顺命的奴博 以至成意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作罪的奴博 现今 却从心里 信服了 所传给你们 道理的无犯 你们既从罪里 得了释放 就作了 异的奴博 我因你们 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 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 怎样将肢体献给 不结 不法 作奴博 以至于不法 现今 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意 作奴博 以至于成性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博的时候 就不被意 约束了 你们现今 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 就是死 但现今 你们既从罪里 得了释放 作了神的奴博 就有成性的果子 那结局 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功架 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帝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 律法的人说 你们 归于别人 也不是任父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 藉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 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 那从死里复活的 要我们结果子 吸神 因为我们 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 而生的恶肉 就在我们 肢体中发动 以至 结成 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 捆我们的 律法上 死了 现今 就脱离了 律法 要我们 服事主 要按着 心灵的 身样 不按着 移民的 救养 律法使人知罪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扶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 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 何为贪心 然而 罪趁着机会 就值着戒命 叫诸般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戒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戒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 罪趁着机会 就值着戒命 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结的 戒命也是圣结 公义 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 是叫我死 那良善的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 乃是罪 但罪 但罪值着那良善的 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 因着戒命 更显出事 恶极了 我们原晓得 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作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作 我所恨护的 我倒去作 若我所作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答应律法是善的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良心与情欲交战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作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 所不愿意作的 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老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信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信服罪的律了 第八章 如今 哪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次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贖罪制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意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指律从圣灵的人身上 律从肉体与律从圣灵的比较 因为律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律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性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易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 復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 復活的 也必藉着住在你们 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奴博的心 与儿子的心比较 能不能够 自己去尽其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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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信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信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聖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缚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子,就是神的后子。和基督同作后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得熟的盼望。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只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探息努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探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此时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爱神者,万事得益。 既然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指示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照的人。 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信靠主的,必能得胜。 信靠主的,必能得胜。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刺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揀损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老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事、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第九章 保来优秀以色列人不信。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作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是常相同。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就座,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哪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若、 律法、 礼仪、 应许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清重的神, 阿门。 这不是说, 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作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利伯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人。 相指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作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 減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召人的主。 神就对利伯家说, 将来, 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素是我所爱的。 随意怜悯慈悲。 既然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祂对摩西说, 我要连吻谁就连吻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连吻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轻起来, 不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连吻谁就连吻谁, 要叫谁歌颜就叫谁歌颜。 喻言爱帮人蒙爱。 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 遥障难道没有权兵,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 倘若, 神要显明他的忿怒, 将显他的权能, 就多多忍耐寬容, 那可怒预备遭毁滅的器皿。 又要将他封盛的荣耀, 将显在那蒙怜吻,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 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河西亚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 永生神的儿子。 以塞亚指着以色列人哭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于海沙, 得救的, 不过是圣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速速的完结。 又如以塞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全流如种, 我们早已像所多马俄摩拉的样子了。 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相比。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意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石安放一块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止于羞愧。 第十章,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帝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意。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求告主明的, 必要得救。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清易,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 和希里尼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逢差遣,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報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皆未?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塞亚说:"主呀,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成言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道地极。 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文的, 惹动你们的奋行。 我要用那无知的文,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塞亚放胆说:" 没有尋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然。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撥翼顶嘴的百姓。 第十一章 以色列人不存避弃。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乱扶没有。 因我也是以色列人, 阿伯拉罕的后裔, 属便雅敏之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经常论到以利亚, 是怎麽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呀,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沉索我的命。 神的回话是怎麽说的呢? 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失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简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事怎麽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简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 还紧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言直 变为网罗, 变为基纜, 变为半脚石, 作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尚弯下他们的腰。 犹太人所失, 为外邦人所得。 我且说:" 他们失脚, 是要他们跌倒魔。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附足, 他们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附足, 何况他们的疯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者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 保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復生。 所欠的身面, 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斤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折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筋的肥汁,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 乃是根托着你。 你若说, 那枝子被折下来, 是特为叫我折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 反要懼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之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 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 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 你也要被堪下来。 而且, 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折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折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 撑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 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方这本树的之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由太人暂时避弃, 终必得救。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必有一位救主从石安出来, 要消除雅国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囚的。 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外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信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信服, 你们倒蒙了连述。 这样他们也是不信服。 叫他们恩着施给你们的连述, 现在也就蒙连连述。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 特意要连述众人。 主志无穷, 主度难尋。 心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 他的终绩, 何其难尋?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吸了他, 使他后来常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存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如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如言。 或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恩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圣徒的品行。 圣徒的品行。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惑, 善要亲近。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仁, 要彼此推让。 恩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上上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託告要行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美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就助。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爱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苦咒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慶憑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囚敌若饿了, 就吸他吃, 若喝了, 就吸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成, 反要以善性恶。 reason his características? 只要让让你高速 마음仰血 pork, 只要缓解他boro March 没有利时可及。 其于看來的人 Anyway, 阿様有权并諺。 在上有权并弟, 人人当信服他, 在上有权并 community, 因为没有权并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作观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凶凶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认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信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良,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上上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良的,给他纳良。当得税的,给他赏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爱心完全律法。 爱心完全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戒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当趁早醒悟。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以心,白咒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门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保障行在白咒。 不可芳厌醉酒。 不可好色邪当。 不可增径贼道。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真 dispens奏 צר认心,不可硬 这一次。 第一, headlines。 第十四章。 不要辩论信心软弱的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或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 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暂住或跌倒 是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暂住 因为主能使他暂住 有人看这日比哪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活为主活 死为主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作死人 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 兴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实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不可使弟兄跌倒 所以 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及弟兄放下 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结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结净的 在他就不结净了 你若因食物 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 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 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 我们无要追求和睦的事 要彼此建立得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结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作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 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 疑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第十五章 当效基督 如经上所记 欲骂你人的欲骂 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此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 荣耀神 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 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 接纳你们一样 小荣耀 归与神 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 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 因他的怜悯 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 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 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呀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呀 你们都当重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算那兴起来 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 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为外邦人 作基督的 博役 帝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 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但我稍微放胆 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恩神 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 作基督耶稣的 博役 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恩着圣灵 成为圣结 可蒙越南 所以 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 值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 值我言语作为 用神的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我帮人信服 甚至 我从耶路撒冷 直转到以利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清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 再没有可存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 士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阿该亚人 乐意抽出捐巷 给耶路撒冷 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帮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士班牙去 我也是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风圣的恩典而去 保罗求罗马弟兄为己祈祷 帝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揭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 不信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 所办的捐巷 可蒙圣徒越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的 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德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门 第十六章 举箭非彼 我对你们举箭我们的姐妹非彼 她是坚格理教会中的女执事 请你们为主 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何时上 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她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颈项 置之道外 不但我感谢她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她们 又问在她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尼土安 她在亚西亚 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 她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牢的 安多尼古 和尤尼亚安 她们在使徒中 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 所亲爱的 暗白利安 又问在基督里 与我门同工的 以拜奴 并我所亲爱的 是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 亚比利安 问阿里多部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 希罗天安 问拿其数家 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 土菲拿是 和土富撒是安 问可亲爱 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息是安 又问在主蒙简选的 老夫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阿信祈祷 佛勒干 黑米 八罗巴 黑马 并与他们 在一处的 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罗古 和尤利亚 尼利亚 和他姐妹 和阿林巴 并与他们 在一处的 众圣图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 勿要圣结 基督的 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防备背道者的 诱惑 帝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 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侍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土福,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你們的信服已經存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如絕。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上和你們同在。 與我同工的提摩泰,和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問你們安。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雕,在主裏面問你們安。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由,問你們安。 城內管銀賦的以拉刀,和兄弟括託,問你們安。 唯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然的傲備,堅固你們的心。 這奧被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直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文,使他們信服真道。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獨一全治的神,直到永遠。 阿們。